VBA的第二种形式是一个Function 这个是写完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两个 一个是用选的1,1,2,3 一个是选一个 这个部分的话,习惯上这样 这个为什么需要制定呢? 因为常常同学会问到说 有没有某个函数可以解决你某个问题 那常常是没有 怎么办?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势必要自己想各种方式 把那个公式给组合起来 可是你会发现花很多时间 再不然就是也许最后 在那个Excel里面是没办法完成你要的结果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它大概做完的结果会长这样 游标放这边,插入一个函数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个群组 叫做使用者定义 那这个使用者定义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VBA里 就是说呢,你必须 前提是你必须要在什么? 在你的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有插入至少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在那个VBA里面 模组里面呢,有插入一个 至少一个以上的话 那个使用者定义那个群组才会出现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啦 那当然就完全就不会出现 OK,所以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是说 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插入程序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选这个方式 有效范围特别注意 记得也只能用Public 之前有同学把它改成Private 如果你把 虽然你做了一个制定函数 但是如果你把它改成Private的话 在插入函数的时候也不会出现 一定要是Public 它才会出现 因为你如果把它变成私有的 只有在这个模组里面才会被找得到 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有两个这个要件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产生一个手机 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第一个 插入一个程序 使用者定义手机这样子 那我给他三个东西 一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码 反正三个就三个 一二三个栏位 分别是电信业者 区码 莫码 其实制定函数 其实跟其他函数一样 它是有一个互动性的 也就是会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完资料呢 中间是你处理的程序 处理完之后呢 也会丢还给谁 其实它会有丢回来 就是跟你一样 也会丢回去给你 OK 就会有个互动性 一来一往 最后会把这个结果 丢回给这个函数本身 这个函数本身 也可以暂时存放资料 那因为你游标放的位置 是在这里 所以它会把结果丢回来到这里 就是一来 有一个一来一往的感觉 所以这个有一个互动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的 做完按确定 结果点两下完成 那做法上面 第一个 如果你要制定函数的话 一 请你先做 先把这个删掉一下 一 先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方选 这个 记得选的时候 一定要选方选 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手机 把手机两个字打上 按确定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 它会帮你产生 这样子一个结果 public 方选 手机 在它名称 小瓜糊 然后有个n的方选 这个是它基本结构 当然你想说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用插入 程序的方法 产生 我自己 我喜欢自己打 也可以啊 你如果 只是说有些字 你会怕拼错啦 如果你怕拼错的话 那你就是用这个方法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个 制定函数 名称叫手机 可是呢 你要先想一想说 那你到底要跟 实用者要什么 我要跟他要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感受C一下 把它怎么样 在这个Chit 你要怎么跟他要资料 小瓜糊 关键就在小瓜糊 小瓜糊里面 要跟他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 包含第一个 就是你给我电线业者 逗点 你给我驱码 第三个 你给我默码 那特别之后 要跟他要三个资料 记得就是第一个 逗点 第二个 逗点 第三个 反正将来 你需要跟实用者 要几个资料 那你就是在 刮糊的后面 做个叙述 什么资料 他就会怎么样 帮你选 选完之后呢 会帮你暂时存放在 这个 这个叫引述 引用的引述 或者也另外一个名称叫 参数 他的作用就是说 没戒 反正暂时 使用者选了之后 会把资料先放这边 好 那放这边之后呢 你要做什么事 就是 把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在组合之后 丢到那个储存格 那可是还没丢到 那个储存格之前 记得哦 他会先把结果先丢到 手 就是自己本身 所以前面是丢到 某个储存格 可是制定函数 会先丢给自己 后面加个等号 后面其实都一样 所以 其实后面的部分 我干脆用这个来改 其实可以拿什么 拿这个来参考 09 然后 这边后面 就是 丢给手机后面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前面我们是 直接从储存格里面 抓资料 可是这边是 刚好是直接 从使用者给我的 就是09 电信业者 因为这个时候 使用者会 选了一个 电信业者的 资料放在 我们那个储存 那个格子里面 那我就从那里面去抓 然后区码 就把它改什么 这个sales 有没有 所以 sab是从储存格里面抓 那这个地方是从引数里面抓 所以 再一个木码 其他其实都一样 这个 基本上 没改什么地方 那他就会把最后的结果 直接丢到手机 这个 自定函数里面 做完了 特别重要 特别 因为从中 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 我做完了 然后呢 刚刚老师说 要执行 那你就给他按下去 然后就跳出这个 那有点 老师 不对啊 这么 这么没办法执行 特别注意 sab 才是这样子 方选 不是这样子 他怎么执行 请注意 第二个要放这边 插入函数 怎么样呢 使用者定义 特别注意 不一样 因为常常 每次都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按下去 没有反应 我一看 因为它是function function 跟sab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要 这个问题 已经问了非常多次 所以 我特别讲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 还是暂时 没有办法把这两个 搞清楚 记得 制定函数的执行 实际是从这边 手机 按个确定 一 二 三 其实如果你 你的那个 制定函数 程式没问题的话 其实 这边都有相关讯息 实际上它就是把 111 先丢给电信业者 把84 丢给区码 它是一个引数 所以它会可以暂时 帮你存在这里 其实就存在记忆体里面 反正就暂时放那边 那放完之后 再组 我们把它串起来 这个就是放在 手机的这个函数本身 所以把这个结果先放这边 它再丢回去 给这个储存格 放的位置 所以大概流程 按确定 答案就出来 那你把它点两下 就大功告成 那当然我比较早之前 大概制定函数 这样就讲完了 可是因为后来就有同学会 发问就是说 老师可是要选三个 很麻烦 为什么不能选一次就好了 所以后来 我就根据同学的问题 再延伸 就未来如果说 你将来的引数 是一个连续范围的话 你可以用第二个方式 就是说 你可以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范围 就是叫 后面我们有讲 电信业者范围 那那个电信业者范围 如何简化 这个我想你们先完成这个 其实程式很短 一行而已 没有很短 其实就试试看 最后的完成结果就在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看 把三个变成一个 其实程式也没什么变 其实就是这样 多一个这个而已 这个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再来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如何制定函数 其实就一行程式 所以只要你能够 把这些功能做熟 反正以后这个制定一个函数 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困难 也就是以后你的工作 反正就可以量身定做 你工作里面需要什么 你就产生那个函数就好了 反正以后按下去 全部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 常常比较繁琐的事情 那你就自己定一个函数 按下去 全部 通通通就搞定了 应该可以省掉非常多的时间 每个每个每个 一个一个一个 全部都做完了 甚至像有些比较大的公司 都会思考说 大家都需要的函数 那就找一个专门的人帮忙撰写 撰写完之后呢 再分享给大家 这样子大家的事情 不就也更快了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很聪明 干脆就叫所有的人 通通来学VBA就好了 对不对 这是目前的现状 所以像我这种课程 真的已经在很多地方 同时开课 还同时都一直额满 所以像早上有同学问到说 那个名额满了 怎么办 像我们老大这边是好像有名额 可是因为这一次可能卡在好几个台风 还是卡在什么 又休假又台风的 所以过了那个加退选 那因为他规定是死的 就是两周之后就不能够再加选 所以如果你要加选 你要必须在刚开始的前两周 做加退选 那过了之后呢 因为现在我们又台风 又那个什么 那他就规定就规定了 因为公务机关嘛 就照张办事 这个当然比较麻烦一点点 有同学问到 但这 可能以我的权限也没办法 所以这边 应该会说明一下 这些东西其实 虽然他难度蛮高的 不过我觉得在工作上面 真的有一定他的效益 而且像现在很多的工作之缺 直接就是你的专业能力里面 他就直接写 你要Excel VBA 很奇妙 那Excel VBA这个部分 在很多大学课程里面 是没有开这样的课程 可是却就是要有这样的专业 所以当然你如果把这个学好 未来我想在很多工作上面 应该会有 至少也是一个专业的 人才需求也是存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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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